仙剑 刘光剑宗 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仙从宗门内缓步走出 远远看去 女人生得极美 但此刻漂亮的双眸当中却是目光散乱 没有半点身材 她不是别人 正是昆仑大陆太虚宫的文素素 当年内心当中对叶不凡起了情愫 只不过她是个极为骄傲的女人 觉得自己一定要十里比得上对方才行 于是分手之后便逼了死关 要说文素素也着实有着极强的修炼天分 两年之后便一举达到杜劫巅峰 可出关之后却听说叶不凡已经飞升仙剑 这让她微微有些失望 没想到自己如此努力最终还是慢了一步 于是直接选择飞升 仙剑的飞升殿随机配送 文素素被送到了紫霄天 凭借超强的修炼天赋最终败入玄尼安的门下 在紫霄天的各大宗门当中 玄尼安有着极高的地位 属于站在顶端的几大宗门之一 宗门内全部都是女人 但是否蹲入佛门全凭自愿 所以一半是尼姑 一半是俗家弟子 文素素心中记挂着叶不凡 自然不会顿入空门 只是把这里当成普通的修炼宗门 抓紧修炼 刚刚飞升仙界实力太弱 根本没有独自出门的能力 而且那颗骄傲的内心依旧无法放下 他想要以强横的实力出现在叶不凡面前 也难怪会有如此执念 当年在修真界追求他的男人 犹如过疆之计 数不胜数 可是实力不够的他根本看都懒得看一眼 他没有情感经历 在这方面更是一张白纸 出于这个原因 认为自己只有实力配的上叶不凡 才能跟对方结成道理 所以 接下来的二十年 一直处于疯狂的修炼当中 文素素有着极佳的天赋 修炼速度更是快得惊人 越是这样 越得到宗门的重视 得到大量的资源 当最后一次出关时 已经踏入大智仙出七 飞升二十年 就达到大智仙 如此天赋震惊了无数人 也刷新了玄尼安的修炼记录 成为天赋第一人 文素素却顾不上这些 有了实力之后 第一时间离开宗门 千里迢迢赶到流光剑宗找人 可来到这里之后 才得到确切的消息 叶不凡早已经去了混沌圣界 并不在流光剑宗 这个消息犹如当头一棒 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这么多年心心念念地喜欢一个人 可是终究无法见到对方 最主要的是 实力差距越来越大 自己在修真界 人家飞升仙界 自己好不容易到了仙界 以为大智仙的实力 能为自己正足脸面 结果人家已经去了圣界 不得不说 现实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一方面是情感的 一方面是信心的 在遇到叶不凡之前 他内心无比的高傲 觉得这世上 就没有任何一个男人 能够配得上自己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的修炼天赋 可以超越自己 可如今才发现自己 根本配不上对方 引以为傲的修炼天赋 在人家面前就是个笑话 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之后 一时间失去了人生的方向 下一步应该去哪里 去混沌圣界找人 这点实力根本不够 如果靠修炼 也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 见不到叶不凡 那修炼还有意义吗 浑浑噩噩地离开流光剑宗 文素素就犹如丢了魂一般 下意识地返回紫萧天 找不到那个男人 也只有宗门 才是他心神的依靠 一连十几天都是这个样子 迷迷糊糊的感露 就当踏入紫萧天之后不久 身后突然传来一个猥琐的声音 这么漂亮的小妞 怎么看起来不开心呢 说话间人影一闪 一个身穿黑色道袍 相貌猥琐的道人 出现在眼前 看着文素素那绝美的面旁 一双小眼睛 朔朔放光 这么漂亮的妞儿 真是多少年都没见过了 跟道爷回去 我带你一起双修 保证天天快乐似神仙 用不着这么愁眉苦脸的 文素素终于回过神 极其厌恶地看了老道一眼 滚 否则我杀了你 哟 还是个挺烈的小妞儿 道爷我就喜欢这样的 老道没有任何要走的意思 满脸硬笑 伸手便抓了过来 之前文素素心神失手 并没有太注意 此刻才惊恶地发现 这老道散发的气息极其强大 赫然是大智仙巅峰 情急之下抽出仙剑 一剑斩了出去 可灵力至极的一剑 却是斩了一个空 老道身影消失 再次出现时已经来到身前 一把将长剑夺了过去 没办法 他只是刚刚踏入大智仙触期 跟老道实力差距太大了 文素素心中一沉 随后接连几拳轰出 老道左躲右闪 嬉笑着让过攻击 突然来到身后 一直点在后心 封住了他的穴道 小妙 打打杀杀地多没兴致 等你上过床 就知道道爷的好了 文素素的眼中 闪过一抹决绝之色 她是个极其坚毅 而又高傲的女人 又怎么可能轻易受辱 原本是想自爆原神 拉着对方一起同归于尽 可没想到 这边刚有念头 丹田一麻 便被彻底封住了修为 小妙 跟道爷我玩这一套 你还嫩了一些 黑衣老到一脸的得意 像你这种不知好歹的女人 道爷我这么多年见得多了 又怎么会不知道 你那点小把戏 现在老老实实地回去 要死也是 快活了之后再死 你敢 我可是玄尼安的人 你敢若清白 宗门是不会放过你的 文素素已经彻底陷入了绝望 无奈之下 只能搬出宗门 希望能震慑住对方 在紫霄天 玄尼安也是赫赫有名的大宗门 对方听完 神色微微一变 玄尼安确实有些分量 可你这小妞 长得实在是太漂亮 如果是普通女人 道爷就忍了 但你真的忍不了 不过也没关系 这里四处无人 我把你带回去 不让玄尼安那些老尼姑知道就是 老道说着 满脸硬笑 伸手便抓了过来 可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声娇和 臭不要脸的杂毛老道 给我助手 声音又甜又脆 犹如银铃一般 还透着一丝稚嫩 老道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不知何时 多了一个十几岁的小萝莉 梳着哪吒头 身上穿着一件彩衣 相貌美到了极致 甚至比文素素 还要漂亮几分 小萝莉蹦蹦跳跳地 来到文素素身边 伸手在她身上点了几下 黑衣老道留下的静止 瞬间瓦解 重新恢复了行动能力 大姐姐 别怕 我来帮你 文素素心中无比的震惊 她刚刚能够感受得到 这小萝莉的实力并不太高 甚至还不如自己 只是大乙仙的样子 怎么会把黑衣老道留下的静止 顺利解开 黑衣老道目光紧盯着小萝莉 随后一阵大笑 看来老道的精眉白念 老天竟然又送来个 又白又嫩的小丫头 不错不错 长得真不错 既然这样 大老爷我就都要了 他也看出对方的实力不高 所以丝毫没放在心上 伸出毛茸茸的大手 向两人抓了过来 丑八怪 臭杂毛 给我滚 小萝莉一声怒吼 一把翠绿色的长剑 出现在掌心 随后抱起漫天的剑芒 狠狠地向着老道斩了过来 极品仙气 黑衣老道的神色大变 这里是夏天狱 能动用仙气的都不错了 竟然直接拿出极品仙气 可见对方的背景有多强 这一刻 他多少有些犹豫 可随后眼中闪过一抹狠力 就算对方有背景又如何 这小丫头 明显是偷偷跑出来的 只要自己干得干净利落 到时候人也有了 宝贝也有了 正所谓富贵险中求 无论是极品仙气 还是两个极品女人 哪个他都不想放弃 想到这里没有任何犹豫 一拳轰出 黄包的拳劲 跟剑芒对碰在一起 只听轰的一声 剑芒粉碎 小萝莉接连向后 倒退了数十丈 没办法 两人的实力差距太大 一个是大乙仙出七 一个是大智仙巅峰 纵然他手中拿着极品仙气 也无法弥补这么大的差距 可更为震惊的还是 在黑衣老道的意识当中 自己这一拳 能够直接将对方的宝剑振飞 都已经做好了夺宝的准备 没想到只是将人家振退 刚刚这次交手 能够看得出来 对方虽然只是大乙仙出七 可实力绝对堪比大之仙 小小年纪就有这等宝物 还有着越阶挑战的能力 这到底是谁家的女娲 还没等她回过神 剑芒再起 小萝莉又挥舞着仙剑冲了上来 与此同时 文素素也动手了 在她的身后 长剑滑破虚空 十次后心 黑衣老道脸上的笑意消失 小萝莉展现出来的不凡 让她心中越发的紧张 早已经没有了之前的情史 此刻她要做的 就是速战速决 抓紧把对方拿下 不然 一旦引出小女孩身后的势力 麻烦就大了 想到这里 她的实力完全爆发 跟两人站在一起 老道毕竟是大智仙巅峰 实力上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她这一使出 权力两人瞬间被压制 文素素刚刚晋升到大智仙出七 战力一般 小萝莉要好一些 但仙剑的加持 加上越阶战斗 最多也就是 能对抗大智仙中期 遇上巅峰的老道 还是有些不够看 才打了三四招 便彻底处于下风 险向还生 小妹妹 我挡住她 你赶快走 文素素下定了决心 只要小萝莉离开 她马上便引爆自己的原神 无论如何 也不能再给老道机会 大姐姐你让开 我跟她拼了 小丫头看起来可可爱爱 却是执着得很 此刻显然打出了火气 还没等文素素回过身 只见她的身影一晃 随后幻化出一只狐狸 不错 就是狐狸 原来这小丫头 竟然是仙妖兽 浑身上下洁白如雪 身后却有着六条 不同颜色的大尾巴 看起来无比绚烂 黑衣老道吓了一跳 她刚刚跟小萝莉交过手 能够真切地感受到 对方是有仙缘的 怎么转眼之间 又成了仙妖兽 这是什么情况 还没等她回过神 小狐狸一条红色的大尾巴 便向她卷了过来 献出真身之后 实力直线暴增 展现出来的威压 竟然丝毫不属于大智仙巅峰 黑衣老道顾不得震惊 一掌拍出 正开了那条红色的大尾巴 可紧接着 又一条黑色的卷了过来 接下来大战再起 小狐狸跟黑衣老道 打得势均力敌 不可开交 文素素本想帮忙 可这种情况下 又有些插不上手 只能在旁边观战 同时体内的仙缘疯狂运转 随时做好了自爆的准备 小东西还有些本事 只可惜你的命不好 遇上了倒野我 稳住阵脚 黑衣老道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随后抬手一挥 一抹黑芒飞上半空 随后化作一张 巨大的黑色大网 这东西散发着巨大的威压 显然也是一件仙器 迫不及防之下 瞬间将小狐狸整个罩住 如果换作仙兵之类的 宝物小狐狸 全然不在意 但这大网对他的克制太大了 六条大尾巴 不停地垂击着黑色大网 但这东西 有着极强的弹性 每次遭受攻击便被拉开 很快又复原 根本无法攻破 文素素神色一变 手中的仙剑 向大网斩了过去 可随后惊恶地发现 他的宝剑 竟然伤不了这东西分毫 哈哈 没用的 道爷这黑玄丝网 岂是你们能够破开的 说话间 他抬手一招 黑色大网快速收缩 将小狐狸捆得死死的 文素素挥动宝剑杀了过来 却被一指封住了修为 不要挣扎了 道爷会好好对你们的 黑老道一阵嚣张的大笑 这次收获 实在是太大了 别的不说 就眼前这只小狐狸 绝对是价值万金 他看得出来 虽然是只仙妖兽 但血脉一同寻常 大只仙的实力 能幻化成人形 还能动用仙缘 这在之前闻所未闻 小狐狸被大网困得死死的 一时间无比恼怒 王八蛋 臭老道 你赶快把我放了 不然我哥哥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哥哥 老道哈哈大笑 今天就是神仙来都救不了你 赶快跟我走吧 说话间 他就准备带两人离开 可就在这时 身后传来一阵凌厉的杀鸡 铺天盖地 谁敢动我妹 话音一落 一道灵力的剑芒 当空斩下 刚刚还无比坚固的黑色大网 在这道剑芒之下 就如同纸糊的一般 瞬间被丝了的粉碎 从半空中掉落 小狐狸恢复了自由 瞬间幻化成人形 抬手指向黑衣老道 哥 就是这个王八蛋欺负我 给我弄死他 斩破黑色大网 救出小罗里的 是个身材挺拔的年轻人 一袭白衣 相貌英俊 手持一把金色长剑 看起来也就是 十七八岁的样子 可浑身上下散发的气息 却是无比之强大 当他出现那一刻 黑衣老道 便已经吓得神色大变 对方这威压 实在是太强了 比他不知强大多少倍 而且手中那把剑 他也看得出来 赫然是极品仙气 年纪轻轻 拿着这样的宝贝 可见对方的身份跟实力 都不是他能得罪得起的 老道也算是剑机得快 第一时间扭头就跑 小九 怎么样 你没受伤吧 青年人拉着小罗里的手 从头到脚 仔仔细细地查看了一遍 确认没有受伤 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没事 小罗里看到黑衣老道逃走 蹦着脚叫道 那个老杂毛跑了 快抓住他 放心吧 他跑不了 感动我的妹妹 就算是他逃到阎罗殿 我也要把他抓回来 再杀一遍 青年人说话声音不大 但此刻浑身上下 却爆发出极其浓烈的杀意 文素素站在旁边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整个人都彻底傻掉了 他此刻才意识到 为什么之前看着小罗里 有些眼熟 因为长得有三分 与叶不凡相像 而眼前这个年轻人 则是一模一样 简直就是一个 模子刻出来的 但年纪要小一些 气质也不太相同 可以肯定不是叶不凡 那么应该是对方的子女 小罗里并不知道 他在想什么 过来帮忙解开 被封住的穴道 大姐姐 你没事吧 不用害怕 有我哥哥在 就不用害怕那个老坏蛋 文素素紧盯着青年人 你是谁 小罗里抢先说道 这是我哥哥叶青皇 我是叶九彩 你叫我小九就可以 听了两个人的名字 文素素越发 确认对方的身份 心中更是百味杂陈 这么多年 自己一直努力修炼 希望能配得上叶不凡 结果人家已经有儿有女 实力还比自己要强得多 这种落差 让他难受得要吐血 难道说 自己当年的坚持错了 如果放下一切主动表白 会不会如今 自己也有了这么大的孩子 正当他失神的时候 整个人被一股 强大的气静卷起 叶青皇带着他 跟叶九彩 一同向着黑衣老道追了过去 黑衣老道一阵狂奔 将速度提升到了极致 原以为这样能够脱离危险 可没想到回头时发现 叶青皇已经出现在 视线范围之内 而且速度快得惊人 越来越近 这 虽然还有着数千丈的距离 但他却能清晰地 感受到对方的杀意 完了 这次麻烦惹大了 心里这样想着 他慌慌张张地摸出一块玉符 一把捏碎 原来 这老道道号黑沙 来自于疾风天的黑云道观 同样是最顶级的大宗门之一 甚至实力 比学尼安还要强上一些 他的师父是大长老黑风道长 其实这都是表象 他的亲生父亲 是宗主黑潭 为了掩人耳目 才让他败在大长老的门下 综合因素加在一起 才养成这个老道肆无忌惮 四处沾花惹草 势强凌弱 虽然之前也惹过几次祸端 但都被黑潭 凭借着强大的实力 给压了下去 如今眼见事情不好 他立即捏碎了求救御符 只要方圆万里之内 宗门的强者就会过来救援 即便这样 他也感觉心中没底 向着宗门的方向一路狂奔 叶青皇虽然带着两个人 但在后面速度越来越快 眼见着距离越来越近 而就在这时 突然又一个黑衣老道出现在 眼前 相比于黑沙老道 这人须发皆白 身上的气息也更加强大 赫然已经达到大罗仙巅峰 黑云道观的三长老黑水道长 刚刚接到传讯 第一时间赶过来救援 长老大人 快救我 黑沙老道立即如同见了救星一般 一溜烟地冲了过去 不要慌 我倒看看 谁敢动我黑云道观的人 作为大罗仙巅峰 老道说起话来底气十足 可当看到追过来的叶青皇之后 不由神色微微一变 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年轻人 就有如此强大的气势 甚至不在他之下 手中还提着一把极品仙气 谁都看得出来 背景肯定不一般 老道的神情微微一变 缓和了许多 这位公子 不知为何追杀我黑云道观的弟子 这个混账杂毛老道敢欺负我妹妹 把他交出来 我可以不追究 你们什么狗屁 黑云道观 叶青皇虽然年纪不大 可是作为不朽圣地的儿子 言谈举止间都透着霸气 而且诸多兄弟姐妹当中 他最疼爱的就是叶九彩 也是名副其实的护媚狂魔 黑沙老道 如果招惹的是他 或许还能保住一条性命 可动了叶九彩 那就直接判了死刑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 感受到他强大的气势 黑水老道心中一紧 在没有摸清对方的底细之前 也不敢轻举妄动 公子 令妹看起来完好无损 这件事情 给我黑云道观一个面子如何 老道我将感激不尽 少废话 狗屁黑云道观 在我这里 什么面子都没有 叶青皇失去了耐心 手中的金色长剑向前一指 要么滚开 要么死 黑水老道的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原本 还想靠着宗门的面子 能够平息这件事 却没想到 被对方接二连三地踩在脚下 小娃娃 你不要太狂了 说话间 他的气势陡然爆发 闻素素眉头微皱 他来到仙界二十年 虽然平日里都在闭关修炼 可对于顶级宗门 还是有所耳闻 飞云道观综合实力 比他们玄尼安还要强上一些 这老道又是三长老 赫然已经达到大罗先巅峰 这个时候 如果硬刚下去 恐怕会吃亏 眼前是叶不凡的儿子 刚刚又救了自己 他不想对方发生任何意外 为了防止年轻人冲动 正要出言劝阻 突然一道巨大的金色剑芒 划破虚空 叶青皇原本就是人狠话不多 之前说这么多 完全是因为父母要求的锦 既然对方不知好歹 那就直接出手了 真正面对金色剑芒之后 黑水老道顿时神色大变 此刻才意识到 这年轻人竟然一直在隐藏实力 这一剑就算是先王 恐怕也无法抵挡 手忙脚乱下一剑迎了上去 可面对金色剑芒 他的这点实力 完全不堪一击 剑光消散 他整个人连同宝剑都被劈成两半 元神都没能逃脱 文素素原本想要劝阻的话语 都吞了回去 整个人看得目瞪口呆 之前虽然知道叶青皇强大 却没想到会强大到这种程度 竟然一剑秒杀了一个大罗仙巅峰 还没等回过神 整个人便再次被卷起 向着前方急速冲去 黑沙老道狡猾得很 之前便躲在三长老的后面 远远地看着 眼见着叶青皇 批出惊天一剑 立即意识到大事不好 再次拔腿就跑 当黑水老道被斩杀之后 他整个人已经到了数十里开完 叶青皇并不着急 只要锁定了对方无论如何 也无法逃走 带着叶九彩和文素素 在后面紧追不舍 黑沙老道彻底被吓破了胆 这年轻人的强大 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那可是宗门的三长老 大罗仙巅峰的强者 就这样被轻描淡写地杀了 此刻他长子都要毁清了 早知道小丫头背景如此强大 干嘛要给自己找麻烦 可后悔都没用 货已经惹下了 现在必须面对 唯一庆幸的是 这里原本距离黑云道观就不远 经过一番狂奔之后 更是越来越近 又狂奔了十几分钟 虽然叶青皇出现在背后 但一个巨大的山门 已经出现在眼前 云雾缭绕 仙气飘飘 正是黑云道观 最让他感到兴奋的是 此时门前已经聚集了数百人 为首的正是宗主黑潭道人 也就是他的亲生父亲 另外还有大长老 他的师父黑风道长 显然这些人之前 收到了他的求救信号 师父救我 黑沙道人一声大吼 速度再次提升了几分 一溜烟地冲进黑云道观 躲在众人的身后 回到宗门内 既有诸多强者给自己撑腰 同时又有护山大阵守护 他心中顿时多了几分底气 掌门大人 师父 这个狂徒杀了三长老 他这话说完 门前的众人都是神色一变 三长老可是大罗先巅峰 竟然死在这个年轻人的手里 这边话音刚落 叶青皇便带着叶九彩 和文素素两人来到山门前 黑潭老道一声怒喝 大胆狂徒 竟然敢杀我宗门三长老 谁垫你的胆子 黑云道观亦正亦邪 宗门内都是道人 但实力却极其强悍 放眼疾风天 也是最顶级的几大宗门之一 以往都是他们欺负别人 什么时候被人欺负过 况且还斩杀了一个大罗先级的长老 叶青皇站在巨大的山门前 即便面对诸多强者 也是神色淡然 萧畜那个老道 胆敢袒折死 话语声音不大 却犹如炸雷一般 响彻在每个人的耳边 充满着无尽的霸气 文素素都看得暗暗心惊 即便他们当年的太虚公 在昆仑大陆 也没有如此霸道的人物 真不知道对方的母亲是谁 叶不凡又如何培养出 如此出色的儿子 这番话说完 黑云道观众人瞬间炸裂 一个个多露出无比愤怒的神情 哪里来的小子 竟然敢口出狂言 敢在我黑云道观猖狂 简直就是找死 这些人一个个一份填膺 叫喊着要把对方千刀万剐 如果他们看到黑水老道是如何死的 恐怕就不会有这种想法了 黑沙老道提醒了一句 宗主大人 师父 小心一点 这小子有些本事 年纪轻轻 我看他能有多大的本事 大长老黑风道人迈步走了出来 虽然知道对方杀了黑水 但并没有多想 以为是用了什么见不得光的手段 根本没想到对方会一见秒杀 说话间他来到叶青皇面前 神色傲然 跪下求饶 留你一个全尸 原本以为凭借自己的实力 堂堂的先王中期 足以藐视对方 先摆一摆威风 然后再将对方拿下 可没想到的是 话还没等说完 眼前便绽放起一抹耀眼的金芒 剑气 杀气 结合在一起 形成铺天盖地的威势 让他心中 升起一股深深的无力 此刻黑风老道才意识到 对方虽然年轻 但这实力却是强大的离谱 根本就不是他能抗衡的 这个时候取剑 已经来不及了 只能拼尽全力 双掌拍出 事实证明 以他的实力 在剑芒面前 没有半点作用 甚至都无法阻拦片刻 剑光消散 整个人被一分为二 元神都未能幸免 寂静 这下整个黑风倒灌之前 都是寂静无声 所有人都瞪大双眼 满心的惊骇 包括之前见识过 叶青皇实力的文素素 依旧是震惊无比 知道对方强大 却没想到强大到这种程度 大罗先巅峰一剑秒杀 先王级强者 同样是一剑 什么样的人 才有资格让他出第二剑 这实力到底有多强 快退 黑潭老道率先回过神来 一声大吼 狂暴的气静将门下的弟子 一同卷起 直接退到了宗门之内 随后 几道法掘打出 一道淡金色的光芒升起 瞬间将整个山门笼罩 赫然是启动了护山大阵 作为疾风天的顶级宗门 这座护山大阵 也不知多少年没有开启过了 如今竟然被一个年轻人 一人一剑 给逼成这个样子 如果传扬出去 恐怕谁都不敢相信 可事实就是摆在眼前 黑云道观的众人 看着叶青皇 满心的恐惧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堂堂的大长老 先王中期的强者 竟然接不住对方一剑 特别是刚刚那些 叫嚣着要动手的人 此刻惊出一身冷汗 以他们的实力过去 跟送死没有任何区别的 好在如今被宗主 带回到护山大阵之内 凭借着强大的阵法 将对方拒之门外 黑潭老道也松了一口气 他的实力在黑风之上 但也仅仅是先王后期 更做不到一招秒杀 也就是说 就算他同样不是人家的对手 通过护山大阵 稳住阵脚 随后他又摸出一块 紫色的玉符捏碎 作为疾风天的顶级宗门 遇到危险 是可以向疾风先王求救 只是从来没有用过 如今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动用这块最后的底牌 他相信 作为疾风天的最强者 疾风先王能够压得住对方 信息发出 他恶狠狠地向着阵外看去 小子 你给我等着 敢杀我黑云道观的人 等下非把你千刀万剐 叶青黄手提金色大剑 目光冷立 老杂毛 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 把人交出来 否则我灭掉你黑云道观 狂妄的小子 有本事你就破了护山大阵 让我看看 黑潭老道满脸的不屑 在他看来 对方这就是在扯虎皮拉大旗 虚张声势吓唬自己 这可是护山大阵 不是普通的阵法 毫不夸张地说 放眼整个夏天狱 也没有人能够破开 黑云道观也算是老牌宗门 经历风雨这么多年 期间也几次遭遇强敌来袭 靠的就是这个阵法 守护宗门安全 在他的眼中 就算对方实力比自己强 就算能够达到 先军又如何 想靠暴力破开阵法 根本不可能 至于阵法师 他想都没有想过 年纪轻轻有如此修为 就已经很妖孽了 又怎么可能会是先阵师 黑沙道人死了师父 此刻更是恨得咬牙切齿 他不敢出去 站在里面不停地叫嚣 小子 有本事就把大阵破了 不然等先王大人到来 非把你挫骨扬灰不可 在他的内心当中 同样认为 叶清皇不可能是先阵师 好啊 既然都要找死 那我就如你们所愿 叶清皇冷冷一笑 正如众人所猜测的那样 他确实不是先阵师 但不等于破不了这个阵法 手腕一翻 一颗雷光闪烁的珠子 飞上半空 犹如半空中 多了一个雷电太阳一般 强大无比的威压弥漫全场 这正是天雷珠 叶不凡贴身的法宝 后期也炼制成了盛气 如今传给了自己的儿子 只不过上面有封印 叶清皇并没有完全破开 不然恐怕这里的空间都会破碎 也就是说 如今驱动的威力 也只有天雷珠自身的1% 或者都不到 这是什么东西啊 整个黑云道观的人都傻眼了 一个个抬头看着半空 虽然不认识这是什么 但那巨大的威力 让每人心中都充满了恐惧 黑潭老道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他从没有见过盛气 但可以肯定 这东西比极品仙气还要厉害 不过就算是现在他心中 还抱有一丝侥幸 毕竟这是宗门护山大阵 等级极高 只要能撑到疾风先王到来 就有一线生机 叶清皇抬手打出一道法诀 只见天雷珠雷声滚滚 放出一道足有数十丈长的 粗大雷电 犹如地狱中爬出的雷龙 又犹如漠视之法 直接轰向黑云道观的护山大阵 轰隆 一声巨响 金色光照在 巨大雷霆的轰击之下 猛烈凹陷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不停地震站着 但终究还是挡了下来 没有破碎 黑云道观的人看到这一幕 紧张的内心总算安稳下来 虽然对方的雷霆威力惊人 但终究还是挡下了 可还没等这些人松口气 半空中又是雷鸣声响起 有一道更加巨大的雷霆凝聚而成 事实上 天雷珠轻而易举的 就能抹掉护山大阵 甚至抹除黑云道观 只不过叶清皇第一次操控 天雷珠进行实战 不敢将威力放得太大 不然真要毁掉这里的空间 回去之后 难免要受到老爹的责罚 所以他在逐渐尝试 经过第一次的试验之后 第二次威力又提升了三分 轰轰轰 在所有人震惊的目光当中 第二道雷霆凝下 不得不说 黑云道观的护山大阵 着实是有几分本事 纵然是如此强大的雷霆之力 还是挡了下来 下陷得越来越深 整个金色光照近乎透明 但终究还是挡住了第二击 只是这一次 整个山门包括黑云道观 都震动起来 可见雷霆的威力之强 黑坛老道下的胆战心惊 他清晰地感觉到 如果雷霆再增加一分 恐怕这大阵就真的破了 不是通过阵法 而是通过雷霆之力 强行破开护山大阵 这种破阵的方式 之前想都不敢想 如今却活生生地展现在面前 如果再来一道雷霆 可以肯定 那大阵就真的保不住 他现在后悔了 刚刚不应该激怒这个年轻人 应该先稳住对方才是 年轻人 我们可以商量 只要你放过黑沙 什么条件都可以提 我愿意拿出一亿仙金 作为赔偿 黑沙老道是他唯一的私生子 无论如何也不能交出去 但其他都可以谈 按照他的想法 只要自己给出的条件足够丰厚 对方一定能够答应 毕竟也没什么深仇大恨 可没想到的是 叶青皇只是冷哼一声 机会给过你们 可惜现在晚了 说话间又是一道法诀打出 雷声滚滚 第三道雷霆降下 咔嚓 这次干净利索 一道雷霆 直接将护山大阵披了个粉碎 金光消散 所有人都失去了防护 在余威之下 整个黑云道观都不停地震战 大地震战 空间抖动 几座较近的建筑直接轰塌 众人都吓得魂飞魄散 他们想要逃走 可天空中的天雷珠 再次出现了变化 一道道细小的雷霆 密密麻麻地布满天空 形成一个巨大的雷海 将所有人笼罩 他们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只要自己稍有异动 就会招来灭顶之灾 刚刚雷霆的威力 他们亲眼所见 连护山大阵都无法防护 更不要说自己脆弱的肉身 这一刻所有人都吓得 老老实实站在那里 一动都不敢动 这下黑潭老道 一刻星辰到了谷底 对方并不是吹牛 而是真的能破了 自己的护山大阵 还有着灭门的实力 这个年轻人到底是谁 这到底什么样的修为 难道对方之前 一直在隐藏实力 黑沙老道 更是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之前想过叶九彩会有背景 只是没想到 背景竟然强大到这种程度 拼上他们整个宗门 也无法与之对抗 文素素看着眼前挺拔的背影 心情复杂到了极点 自己这些年 一直以对方为目标 不停地修炼 希望能够与对方相匹配 结果呢 自己所做的一切 就是个笑话 不要说叶不凡本人 就连他的儿子都比不上 甚至比他的女儿都不如 叶青黄神色冷峻 操控着半空中的雷海 杀气腾腾地 看着眼前的众人 就准备降下无数的雷霆 黑云道观的人彻底吓傻了 他们非常清楚 只要这些雷霆降下 没有任何幸免的可能 整个宗门都将被彻底抹去 作为修仙者 他们不怕死 只是谁也没想到 会是以这种方式 而就当所有人都绝望之时 远处传来一声充满威严的大贺 助手 话音一落 一个身穿白袍的中年男人 出现在众人面前 正是疾风先王宫舒常 作为疾风天的最强者 浑身上下都透着极其强大的气势 黑云道观的众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又重新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谁敢在我疾风天 公舒常接到求救信号之后 心中极为恼怒 在疾风天找事 这等于藐视他这个疾风先王 原本想呵斥一番 可刚刚把话说到一半 一眼看到叶亲皇的面容 顿时吓得浑身一抖 紧接着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公舒常见过小主人 叶亲皇原本失去了耐心 正准备出手 可看到对方这个样子 又将身上的杀意散去 你是谁 小的当年有幸被主人收为仆人 担任这疾风先王之职 公舒常将事情简单扼要地说清楚 原来当年的疾风先王 被叶不凡斩杀 随后收了他做仆人 并将实力提升到 先王巅峰 管理疾风天 他刚刚见到叶亲皇之后 以为见到了叶不凡 可是没有主仆契约的感应 马上便推断出 这是主人的子嗣 立即下跪拜见 他这番话说完之后 黑云道观的众人彻底傻眼了 一个个心中充满了绝望 原本还想指望着疾风先王拯救自己 先王大人倒是来了 结果直接给人家跪了 这还能指望谁 黑沙老道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 差点没尿了裤子 自己这祸惹得有多大 竟然直接捅到天上去了 放眼整个夏天狱 好像没人能救得了自己 黑潭老道更是面如死灰 难道说黑云道观 就这样断送在自己的手里了吗 听说是老爹的人 叶亲皇的神情顿时缓和了许多 伸手将公舒长扶了起来 既然这样 那就起来在旁边看着 公舒长站起身 小心地问道 小人斗胆问一下 这黑云道观是如何冒犯到了小主人 作为疾风先王 虽然畏惧叶亲皇 但有些事情还是要管一管的 毕竟黑云道观是顶级的宗门 从上到下 弟子足有三四万之多 如果真的就这样灭了 实在是杀戮太重 冒犯我也就算了 那个该死的老道 竟然敢招惹我妹 叶亲皇说话间 身上再一次散发出浓郁的杀气 将事情的经过简单讲述一遍 身为出家之人 干着桑尽天良之事 黑云道观竟然还敢包庇 这样的宗门留之何用 这个狗东西 竟然敢冒犯小主 听完公舒长也跟着大骂 狠狠地瞪了眼黑杀老道 放着地上的祸不惹 非要惹天上的 自己找死谁都救不了 不过小主 当年主人纵横整个夏天狱 受无数人敬仰 如果真的一下灭了整个黑云道观 恐怕会有些不明真相的人 误以为主人以大欺小 大开杀戒 影响主人的名誉 公舒长是个非常精明之人 知道直接阻拦夜清皇是不可能的 搞不好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所以换了个方式 直接搬出夜不凡 玩了一招曲线救人 事实证明 这招还是很有效用的 夜清皇虽然无所畏惧 但也不想给自己老爹的名声抹黑 顿时犹豫起来 可如果就这样放过了黑云道观 自己妹妹受的委屈怎么办 这时夜九彩说道 哥 不要杀那么多人 杀了那个坏老道就行 那好吧 既然妹妹都说了 夜清皇也没再坚持 抬手一挥 一道凌厉的近期暴射而出 瞬间洞穿了黑沙老道的眉心 这家伙原以为凭借身后的后台 可以为所欲为 如今被斩杀当场 连惨叫都没有发出 最终落得个形神俱灭的下场 其他人却是松了一口气 最终还是保住了一条性命 心中暗暗庆幸 黑潭老道死了儿子 恨得咬牙切齿 却不敢有任何表露 而这时夜清皇的目光看了过来 作为一宗之主 纵容门下弟子胡作非为 死罪可免 活醉难饶 那就废了你的修为吧 说完他手中的金剑一剑刺出 直接洞穿了丹田 黑潭老道自然不是甘愿被废掉修为的 可就在刚刚那一刻 感觉整个身体都被禁锢了 哪里还有反抗的余地 此刻他更加体会到对方的可怕 原来一直都没有动用真正实力 作为先王级的强者 以往仰仗着自己的实力 不知欺压了多少人 一旦修为被废 丢掉性命也只是时间问题 其他黑云倒灌的众人低着头 一个个都静若寒蝉 谁也不敢说什么 生怕会惹祸上身 这时叶青黄的声音再次响起 现你们十夕之内滚下山去 从今天开始 再也没有黑云倒灌 话音一落 这些人心中不敢有任何抱怨 却恨死了黑沙老道 招惹谁不好 竟然招惹到这么一个煞心 想法归想法 身体却没有任何限制 一个个疯狂地向着山下奔去 十夕之后 偌大的黑云倒灌 彻底空无一人 随后半空中雷声响起 天雷珠聚集的雷海直接降下 电闪雷鸣中 黑云倒灌彻底从紫霄天被抹去 公书常在旁边静静地看着 少主没有大带开沙界 已经是巨大的恩惠 自然不会再多说一句 做完这一切 叶青黄看向叶九彩 好了 我们回家 大姐姐 你跟我一起走好不好 虽然是第一次见面 但显然叶九彩对文素素好感十足 去我家里玩吧 地球比这边好玩得多 还是算了 以后我们有缘再见 简单道别之后 文素素转身离去 此刻她的内心当中可以说是百感交集 刚刚叶青黄的威视她尽收眼底 斩杀黑杀 废掉黑潭 偌大的一个黑云倒灌 抬手之间飞灰阴面 叶不凡一个儿子就强大到这种程度 那她会有多强大 在昆仑大陆的时候 自己还能看到跟她的差距 还有追赶的勇气 可如今呢 自己犹如一粒渺小的尘埃 只能在脚下仰望 甚至根本看不到对方的高度 之前一直想着追赶 实力相当之后在表达自己的情感 现在看来一切都是那么可笑 一个内心无比高傲的人 被断绝一切希望 这种打击是极其巨大的 既然今生无望 那也就没必要再为难自己 想到这里 她心中做出了最终的决定 身体陡然加快 一天之后 文素素回到玄尼庵 直接跪在宗主静安师太的面前 弟子看破红尘 请师父剃毒 翻外 文素素 七 第十二页 静安师太缓缓睁开双眼 你成员未了 不适合剃毒 文素素说道 不 弟子凡心已死 你真的确定 文素素点头 我确定 弟子对陈氏 已经不再抱有牵挂 既然这样 那我就为你剃毒 收作关门弟子也好 继承我的一波 执掌玄尼庵 看得出来 静安师太对这个资质极佳的弟子 还是非常看重的 说完做了一个简单的仪式 然后取出剃刀 准备剃毒 文素素跪坐在蒲团之上 不知为什么 他的身体开始轻轻地颤抖 虽然双眼紧闭 不再看陈氏的一切 可脑海当中 竟是那张帅气的面孔 当年二人在一起的一幕幕 犹如过电影一般 在眼前流过 想到自己即将顿入空门 将彻底断绝最后一点希望 心中没来由的一阵刺痛 感觉即将要失去最重要的东西 看到他这个样子 静安师太微微摇头 你这成员没有彻底断绝 还是算了吧 文素素从回忆中惊醒 想到自己如今与叶不凡的差距 最终还是咬了咬牙 不 弟子下定决心断绝成员 请师父剃毒 那好吧 静安师太点了点头 挥动手中的剃刀就准备动手 可就在这时 大殿的房门打开 一道身影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是大长老静心师太 掌门师姐 我在山脚下捡到一人 静心师太说话间 抬手一挥 无形的气静将一道人影送 到静安师太面前 这是一个相貌英俊的年轻人 只是身上的衣衫破烂 双目紧闭 呼吸停滞 就连身上的生机都已经衰弱到极点 俨然已经到了生死边缘 静安师太放下手中的剃刀 这是何人 怎么会伤得如此之重 不知道啊 我恰巧在山脚下遇见 之前应该是遇到了什么高手 或者说被人暗算 总之伤得很重 丹田被毁 修为全无 就连生机也只剩下的最后一线 随时都可能殒命 两人对话 剃度暂停 闻素素不知为何 心中暗暗松了一口气 不经意间 扭头看到地上的那男人 顿时如遭雷击 叶公子 小凡 你是怎么了 原来这男人 正是心心念念的叶不凡 闻素素再也没有了之前的淡定 慌乱不堪 一把将他抱在怀里 眼见着已经命悬一线 他扑通一声 跪在静安师太面前 师父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叶公子 还真是造化弄人 看来这就是你那未了的陈缘 静安师太送了一声佛号 素素 你不是要蹲入我佛门吗 既然如此 刚好趁机斩了这陈缘 况且他的伤势如此之重 恐怕想救也就不回来 不 不能这样 我怎样都行 但他绝不能死 如雨下 神情急切 师父 求求你 一定要救救他 静安师太微微叹了口气 对着店门口的一个小尼姑摆了摆手 速去请七长老 时间不大 又一个速刨尼姑出现在大店门口 正是七长老静书师太 也是玄尼安的一道高手 师妹 你看看这位师主可还有救 静安师太伸手指了指叶不凡 静书师太点头过去 伸手搭在脉门上 片刻之后皱起眉头 神情凝重 闻素素紧张地问道 长老大人 怎么样 静书师太摇头 阿弥陀佛 这位师主是位强者 但如今修为静书被废 丹田被毁 生机耗尽 老尼实在无能为力 怎么会这样 不 他不能死 闻素素再次跪倒在地 长老大人 求求你想想办法 有没有什么灵药 或者找谁能把他救活 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死 我可以死 但他绝不能死 这 静书师太迟疑一下说道 想要把他救活 倒是有一个法子 只不过代价太大 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闻素素抢着说道 没事没事 再大的代价我都能承受 用我的命换他都可以 长老大人快说 是什么办法 静书师太说道 是这样的 老尼多年之前 偶然间得到一本古卷 上面记载了一个法门 号称有起死回生之能 前提是 要用女子原因之气 堵入男人体内 这样才能换回他的生机 不过就算就回来 也是废人一个 再也无法修炼 而且施数者代价极大 将会彻底坠入虚仙之境 还要从头再修 而且根基受损 速度也远不如前 这番 话说完之后 闻素素一脸狂喜 长老大人 求求您快将这法门传与我 静乌师太皱了皱眉 素素 你是不是糊涂了 这么大的代价 你还如何继承我的一波 未来如何掌管玄尼安 闻素素说道 师父 对不起 徒儿让您失望了 我只要他活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静心师太说道 你是没听亲戚长老的话吗 这人就回来 也是个废人 终生无法修炼 一辈子都是你的累赘 值得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吗 只要他活着 多大的代价我都可以承受 废物没关系 我可以照顾他 可以保护他 只要他活着 什么都可以 闻素素这一番话说的斩钉截铁 毫不犹豫 阿弥陀佛 静心师太二人闭上双眼 显然不想再理会这件事 静书师太手腕一番 一张羊皮古卷出现在掌心 既然这样 你就拿去吧 上面有两个法门 第一个是激起他的原羊之气 好行男女之事 第二个便是救人之法 谢过师父 谢过长老大人 闻素素接过羊皮古卷 给三人叩头 然后带着叶不凡离开大殿 一路狂奔回到他的房间内 关好房门 设好静止 抓过羊皮古卷 快速看了起来 这东西还是很靠谱的 知道垂死之人体虚 所以先教授了第一个法门 闻素素抬手一挥 叶不凡原本已经破烂的衣衫 化作片片蝴蝶镜树飞去 看着眼前的场景 他 不由脸上一红 但救人要紧 他顾不得羞涩 按照法门所说 伸手接连点中了九处大穴 将仙缘渡了过去 事实证明法门有效 很快眼前的叶不凡 便有了变化 闻素素咬了咬红唇 虽然极力压制心中的羞涩 但依旧是从脸颊红到脚指甲 从头到脚都透着娇羞 身躯轻轻一震 衣衫进退 脉步走向床头 死 剧烈的疼痛感 让他微微皱起眉头 但不敢有任何停歇 按照第二个法门所记载的行攻方式 快速将体内的仙缘和原因之气 一同渡了过去 什么修为减退 什么根基受损 此刻他什么都顾不得了 只是拼命地向对方输出 只希望能够将人救回来 可片刻之后惊恶地发现 自己渡过去的仙缘 竟然丝毫没有减少 反而比之前浑厚了不知多少倍 又卷了回来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眼见着叶不凡 依旧处于昏迷当中 他顾不得多想 再次仙缘全部渡了过去 结果刚当的事情再次循环一遍 每渡过去一次仙缘 回来的时候便强大了无数倍 为了救人 他又赶忙将体内的仙缘渡回去 周而复始 循环往复 文素素紧闭着双眼 紧张羞涩 各种情绪夹杂在一起 让他都忘了 这是做了多少个循环 只是感觉自己越来越强大 强大到让他都不知道 自己到了什么境界 不对啊 这好像不是救人是在修炼 我不会把他的生机都给吸走了吧 想到这一点 他心惊不已 豁然睁开双眼 却惊愕地发现 周围的环境都变了 已经不是之前的房间 而是出现在一个莫名的小岛上 在一低头 却发现眼前的男人 正笑盈盈地看着自己 你 你好了 发现叶不凡已经彻底苏醒 文素素一下子失去了之前的镇定 变得慌乱不已 赶忙起身 重新穿好衣服 小阿哥 怎么样 还是我赢了 这是一个无比娇媚的声音响起 扭头看去 只见一个妖娆的女人出现在面前 狐妖妖看着他抛了个媚眼 细血一笑 素素姐 你是不是应该感谢我 这 文素素脸颊红的 仿佛要滴出血来 越发地娇羞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别着急 听我慢慢跟你讲 狐妖妖拉着他 在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 然后开始慢慢讲述 原来流光剑宗是叶不凡的大本营 文素素到访之后 消息马上便被传了过去 龚清玄 秦楚楚等人自然明白他的目的 于是大家开始激烈地讨论起来 作为当事人的叶不凡 直接被剥夺了发言权 剩下的众女人 则分成两派 一派反对 不想再扩原了 而另一派 则是主张将这个痴情的女人 吸纳进来 最后是狐妖妖出了这么一个主意 让叶不凡伪装重伤 试探一下文素素的反应 如果不在意 就算放弃了这段缘分 如果按照剧本的方式救人 那就成为大家庭的 一员 至于玄尼安的几位师太 对于不朽圣祖的安排 自然全力配合 没有任何反对 包括那张羊皮古卷 也只是事先准备好的双修之术 讲完之后 狐妖妖拉着文素素的手 素素姐 欢迎加入 这 文素素没想到真实情况竟然是这样 让她又惊又喜 可随后又低下了头 可是 可是我 她的心病再次发作 觉得自己配不上对方 叶不凡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还是没搞清楚 感情是怎么一回事 既然我之前变成废人 你都愿意照顾我一辈子 那又何必在意 你我之间的修为差距 放下一切 只要我们喜欢就好 就是啊 而且你刚刚跟小阿哥势均力敌 也没有分出胜败 用不着自卑 也用不着看你自己 狐妖妖嘻嘻笑道 至于修为 有这种快快乐乐的提升方式 何必自己苦修 小阿哥 你再努力一下 一定要帮素素姐 把修为提上来 在一阵银灵般的笑声中 她身影一晃原地消失 只留下了两个人 来吧 你刚刚只是仙尊巅峰 我们继续修炼 叶不凡伸手将娇羞的文素素抱起 走向旁边的大床 心面一动 龙王殿的景物变幻 彻底将这里跟外界隔绝